家里养的花花草草一旦出现叶片发黄,掉叶子,或者是整颗植株无精打采,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盆花没救了,直接连盆带土丢进垃圾桶,其实这完全是在浪费钱。 因为植物的生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,特别是那种看着已经快挂点的烂根植物,只要你懂得给它喂一种起死回生水,哪怕根系已经发黑发臭,照样能把白花花的新根逼出来。 这时候我们的主角双氧水就派上用场了,它的化学成分其实非常简单,就是在水分子旁边多挂了一个不稳定的氧原子,当我们把稀释后的双氧水浇进花盆里,这个不稳定的氧原子一旦接触到土壤里的有机物或者细菌,就会迅速分解,释放出大量的氧气,同时变成普普通通的水,这个过程对于植物来说简直就是神来之笔,它主要起到了三个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第一就是杀菌消毒,造成烂根的罪魁祸首通常是那些讨厌氧气的厌氧菌和真菌,双氧水具有极强的氧化性,它在释放氧气的同时,能瞬间破坏这些细菌的细胞壁,把土壤里那些看不见的致病菌统统杀灭。 相当于给植物的根部环境做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,而且这种杀菌方式非常环保,没有任何化学残留,因为反映到最后剩下的只有水和氧气。 第二个作用就是强制供氧,这对于那些已经积水的盆栽来说就是救命的氧气面罩。 双氧水分解时产生的氧气会直接溶解在水里,或者以气泡的形式充盈在土壤间隙中,这就能让那些快要窒息的根系立刻吸收到新鲜的氧气。 恢复呼吸功能,一旦根系开始正常呼吸,它的吸收功能就能重启,植物就能重新开始吸收水分和养分,原本萎靡不振的叶片也就会慢慢挺立起来,这就好比一个溺水的人,你不仅把它捞了上来,还给它输了纯氧,想不活过来都难。 第三个作用是很多花友都忽略的,那就是松土,如果你仔细观察过双氧水遇到脏东西时的反应,你会发现它会产生密密麻麻的白色泡泡,这些气泡在土壤内部产生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微小的膨胀力,能够把原本硬化僵硬的土块给撑开,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透水性,这对于那些常年不换盆,土壤硬得像水泥一样的盆栽来说, 呵呵,简直就是最好的松土剂,不用动铲子,就能让土壤恢复蓬松,让根系有地方舒展。 既然双氧水这么好用,那是不是买回来直接倒进花盆里就行了呢? 千万不要,高浓度的双氧水是具有腐蚀性的,直接倒进去不仅就不活植物,还会把仅剩的一点健康根系给烧死,所以掌握正确的使用比例和方法才是关键。 我们在药局里买到的双氧水,通常标准浓度就是3%,这个浓度是医用的标准,对于植物来说还是太烈了,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稀释。 如果你是用来做日常的预防,比如你发现最近梅雨季节雨水多,空气湿度大,或者你不小心手抖水浇多了,怕植物烂根,这时候我们可以配置一种预防型的溶液。 比例大概是500毫升的清水里,加入一瓶钙左右的双氧水,这个比例非常安全,你可以把它当成普通的水来浇灌,大概半个月一次,这样可以持续保持土壤里的含氧量。 预防艳养菌的滋生,你会发现经常这样浇灌的植物,根系会长得特别白嫩,而且很少出现黄叶烂叶的情况,这就是防坏于未然。 但是如果你的植物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烂根症状, 比如叶片大面积发黄脱落,盆涂表面长了白毛或者是青苔,甚至已经闻到了异味,这时候就需要用到急救型的配方了。 我们需要把浓度稍微提高一点,用一份3%的双氧水,对上4份的清水,也就是1比4的比例。 混合均匀后不要犹豫,直接沿着花盆的边缘缓慢地浇下去,直到盆底的排水孔由水流出来为止。 在这个过程中,你可能会听到土壤里发出细微的滋滋声,甚至看到图表冒出白色的泡泡,千万别慌。 这正是双氧水在和土壤里的细菌以及腐烂物质发生反应。 气泡越多,说明你土壤里的脏东西越多。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排毒过程。 对于那些烂根非常严重,比如君子蓝或者是发财树这种肉质根的植物。 仅仅靠灌根可能已经来不及了,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根系的小手术。 你要把植物从花盆里拖出来,把根部的泥土全部抖干净,用水冲洗,这时候你会看到很多黑乎乎软啪啪的根系。 那就是已经坏死的烂根,拿一把削过毒的剪刀,把这些烂根全部修剪干净,一定要修剪到露出白色的或者绿色的新鲜切口为止。 修剪完之后重点来了,我们准备一盆清水,在里面加入双氧水,比例大概是一公升水加50毫升双氧水。 把修剪好的植物根部直接泡在这个溶液里,浸泡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。 这个浸泡的过程非常神奇,双氧水会全面杀灭切口出的细菌,防止伤口感染同时刺激根部的细胞活跃度。 为接下来的生根做准备,套好之后,把植物拿出来,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水分,等根部发白变干了,再重新换上干净透气的介质种下去。 种好之后,不要马上浇透水,保持土壤微潮就可以了。 过个一周左右,你就会发现植物的中心叶片开始反绿,这就说明新的根系已经长出来了,这条小命就算是捡回来了。 除了治疗烂根,双氧水在养花过程中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妙用,比如说很多花有头疼的土壤小黑菲,那种飞来飞去的小黑虫子,在台湾我们也叫黑翅杏锐。 其实它们的幼虫就是生活在土壤表层的,专门啃食植物的毛细根,如果你用杀虫剂又怕有毒,那就用1比10的双氧水溶液直接喷洒在土壤表面。 或者灌根,双氧水的养化性会直接破坏虫腕和幼虫的表皮,把它们扼杀在摇篮里,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农药残留对家里的小孩或者宠物造成伤害。 再比如水培植物,很多人的开运竹或者黄金阁,养着养着水就浑浊发臭,根系也变得粘乎乎的。 这时候你往水瓶里滴入几滴双氧水,它能迅速分解水里的有机杂质,杀灭细菌,还能给水体增养,你会发现浑浊的水很快就会变得清澈,原本发展的根系也会重新变得清爽。 嘿嘿,这比你偏天换水都要管用,特别是夏天温度高的时候,水里的溶氧量本来就低,双氧水简直就是水培植物的度下神器。 虽然双氧水很好用,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有几个禁忌是必须要遵守的,首先就是不要贪多,刚才我们说的比例是基于3%浓度的双氧水,如果你买的是工业用的那种高浓度双氧水,那个绝对不能直接用,必须经过极大倍数的稀释。 否则会瞬间烧死植物,对于新手来说,我建议就去药局买那种处理伤口的医用双氧水,安全系数最高,也最容易控制用量。 其次是使用的频率,双氧水毕竟是一种强氧化剂。 它在沙面有害间的同时,如果浓度过高或者使用过频,也会误伤土壤里的一些有异间,所以我们只有在植物出现问题,或者定期预防的时候才使用,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每天必喝的白开水,天天给植物浇,那样反而会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。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,使用双氧水浇花的时候,最好避开阳光强烈的中午,虽然双氧水分解后是水和氧气,但是这个反应过程是放热的。 如果在高温的中午浇灌,可能会导致根部温度瞬间升高,造成热损伤。 最好的时间是在傍晚,这时候气温下降,植物的蒸腾作用减弱,根系吸收更加平稳,而且晚上的黑暗环境也有利于双氧水在土壤里慢慢发挥作用。 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,植物已经吸收了充足的氧气,正好可以进行光合作用,恢复元气。 说到这里,可能有人会问,是不是所有的植物都适合用双氧水呢? 理论上讲,绝大多数的家庭常见花卉。 比如黄金葛、吊兰、君子兰、兰花、发财树、虎尾兰等等,都是非常适用的,特别是那些根系比较敏感。 对透气性要求高的气生根植物,效果更是立竿见影。 但是对于一些非常喜酸性的植物,比如杜鹃或者枝子花,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观察,因为双氧水本身是中性偏微酸的,但是它分解后产生的水是中性的。 如果你长期大量使用,可能会稍微改变土壤的酸碱度,当然这个影响是非常微小的。 哼,只要不是拿它当饭吃,基本不用担心。 这时候,双氧水就能扮演一个生命唤醒者的角色。 我们可以配置一种催芽神仙水,比例大概是一份双氧水对十份清水。 把那些难发芽的种子,比如碗莲、君子兰,或者是一些外壳坚硬的坚果类种子。 直接在这个溶液里浸泡四个小时,这个过程非常关键。 首先,双氧水的氧化性会把种子表皮潜伏的真菌和细菌全部杀光。 这就相当于给婴儿准备了一个无菌的产房,大大降低了种子煤烂的风险。 其次,双氧水在浸泡过程中会软化坚硬的种皮。 最重要的是,它分解产生的氧气会直接渗透进种子的内部。 我们都知道氧气是细胞代谢的燃料。 高浓度的氧气会刺激胚芽细胞加速分裂。 告诉种子现在环境安全了,赶紧醒过来。 经过这样处理的种子,发芽率至少能提高一倍。 而且发出来的芽苗特别强壮,抗病能力极强。 讲完了种子,我们再把目光移到植物的叶片上。 很多养玫瑰、绣球或者是多肉植物的花有。 最头疼的就是各种真菌性病害,比如叶子上长白粉一样的白粉病, 或者黑一块黄一块的黑斑病,碳菊病。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,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去买农药。 但是在家里的阳台上喷农药,味道大不说。 嘿,对家里的老人小孩也是个健康隐患。 其实对于早期的真菌感染,双氧水就是最好的特效药。 针对叶片病害,我们需要配置一个喷雾熔液,比例控制在1比15到1比20之间, 也就是50毫升双氧水对750毫升到1公升的水。 装进喷雾罐里,对着有病般的叶片进行喷洒。 一定要喷均匀,叶子的正面和背面都要喷到。 因为很多真菌是藏在叶子背面的,当你喷上去的时候, 你可能会观察到病般处会有微小的气泡产生。 这说明双氧水正在和真菌进行激烈的战斗, 它强氧化性会直接破坏真菌的菌丝体, 阻断它们的繁殖,一般来说连续喷洒三次。 每次间隔三天,你就会发现白粉层消失了, 黑斑停止扩散了,而且双氧水分紧后留在叶片上的水膜, 还能起到清洁叶片气孔的作用,让植物呼吸更顺畅, 叶片会变得更加翠绿有光泽。 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个细节, 就是喷洒的时间和浓度测试。 因为不同植物的叶片厚度和敏感度是不一样的, 比如多肉植物的叶片比较娇嫩, 而印度橡胶树的叶片有蜡质层比较厚。 所以在大面积喷洒之前, 最好先拿一片底部的叶子做个测试。 喷完过几个小时,看看有没有烧伤的痕迹。 如果没有再进行全株喷洒, 另外千万不要在太阳暴晒的时候喷。 水珠聚光加上化学反应的热量, 很容易灼伤叶片。 最好的时间依然是傍晚或者是阴天。 接下来要揭秘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高阶玩法, 就是双氧水和阿斯匹林的黄金搭档。 我们都知道阿斯匹林里面还有水氧酸, 这是植物界的生长激素, 能促进根系生长和增强植物的免疫力。 而双氧水能提供氧气和无菌环境, 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, 简直就是生根界的核武器。 具体做法是, 拿一片普通的阿斯匹林药片碾成粉末, 溶解在500毫升的水里, 然后再加入一瓶盖的双氧水, 搅拌均匀。 这个混合溶液有什么用呢? 它是专门对付那些所谓的姜苗的。 你家里有没有那种养了一两年, 不死也不活, 叶子也不长, 花也不开的植物, 这种就是姜苗。 根系处于半休眠状态, 这时候你就用这个黄金搭档给它灌根。 阿斯匹林的水阳酸会刺激根系细胞活跃, 唤醒它的生长本能, 双氧水则提供充足的氧气, 支持这种爆发式的生长。 一般来说, 灌完这个水之后的一周内, 你就能看到植物的生长点开始萌发新芽, 效果比几百块钱的进口生根叶还要好, 而且成本不到几毛钱。 除了直接作用于植物, 双氧水在园艺工具的消毒上也是必不可少的, 这往往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感染源。 你用剪刀刚剪完一盆得了白粉病的玫瑰, 如果不消毒直接去修剪家里的发财术, 病菌就会通过剪刀口直接传染过去。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花病害会传染一大片的原因, 与其买昂贵的酒精或者专门的消毒液, 不如直接用原液的双氧水拿棉球蘸一下, 擦拭你的剪刀、铲子或者在换盆前, 用稀释的双氧水把旧花盆里里外外刷一遍, 这一步看似麻烦, 但能帮你省去后期无数致病的烦恼。 这就是所谓的无菌操作意识, 是进阶为养花高手的必修课。 我们再来聊聊自然界的奥秘, 其实使用双氧水养花, 并不是人类的凭空创造, 而是对大自然的模仿。 大家有没有发现雷雨过后的植物长得特别快? 特别绿, 比你浇多少次来水都管用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在雷电交加的时候, 空气中的臭氧和水分子结合, 会天然生成微量的过氧化氢, 也就是双氧水, 这些随着雨水落下的天然双氧水, 既给土壤消了毒, 又给根系带去了大量的溶解氧, 同时雨水中还溶解了空气中的氮元素, 这就是一场天然的营养盛宴, 所以我们平时用双氧水浇花, 其实就是在模拟雷雨天的生态效应, 让氧在温室里的花朵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狂野洗礼, 激发它们野蛮生长的基因。 当然,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, 双氧水虽然好用, 但绝对不是用得越多越好, 更不能和其他肥料随意混用。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禁忌, 就是双氧水不能和有机肥同时使用, 比如你刚给花湿了羊粪、 鸡粪或者是发酵的洗米水, 这时候千万不要马上浇双氧水, 因为有机肥是需要靠土壤里的微生物去分解, 才能被植物吸收的。 而双氧水是不分敌我的杀菌剂, 它进去会把这些干活的有益菌也杀掉, 同时它的强氧化性会直接氧化有机肥里的有机质, 导致肥效失效, 甚至产生热量烧坏根系。 所以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用双氧水处理好根系问题, 等过个三五天, 双氧水完全分解挥发了, 土壤环境恢复了, 再去施肥,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。 还有关于保存的问题, 双氧水是非常不稳定的, 它渐光、 预热都容易分解, 所以你买回来的双氧水, 一定要用深色的瓶子装着, 放在阴凉碧光的地方。 如果你发现家里的双氧水倒出来没有气泡了, 或者闻起来完全没有那个淡淡的臭氧味了, 那它可能已经失效变成一瓶普通的水了, 这时候再用它去杀菌或者是急救, 肯定是没效果的, 所以建议大家买那种小瓶装的, 随用随买, 保证活性。 在水培领域, 双氧水还有一个妙用就是清除藻类, 很多用透明玻璃瓶水培的植物, 时间长了, 瓶壁上会长满绿色的青苔和藻类, 不仅难看, 还会和植物争夺氧气, 用刷子刷又很难刷干净, 这时候你只需要在换水的时候, 往瓶子里多滴几滴双氧水, 浸泡个十几分钟, 那些顽固的藻类就会被氧化脱落, 轻轻一冲就掉了, 而且双氧水还能顺便把附折在根系上的粘液清理干净, 让你的水培瓶永远保持晶莹剔透, 这对于那些强迫症花友来说, 简直就是福音。 对于家里有宠物或者小孩的家庭, 用双氧水养花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, 市面上很多特效杀虫药、杀菌剂, 成分里都含有烟碱类或者是橘子类的化学物质, 这些对猫狗是有一定毒性的, 而且会在家庭环境中残留很久, 但是双氧水不一样, 它的分解产物就是水和氧气, 没有任何毒害残留, 就算你刚浇完花, 你家猫咪去跑土, 也不会对它造成任何伤害, 这一点对于室内养花来说至关重要, 它让我们在追求植物健康的同时, 不需要牺牲家庭成员的健康安全。 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场景, 就是旧土利用, 很多花友在给植物换盆之后, 换下来的旧土觉得扔了可惜, 但是直接用又怕里面有虫碗或者病菌, 哼,这时候双氧水就是最好的土壤消毒剂, 你可以把旧土摊开, 用1比50的双氧水溶液把土喷湿, 然后用塑胶带密封闷上几天, 双氧水在密闭的空间里分解, 产生的高浓度氧气和氧化性物质, 会把旧土里的真菌、虫卵清理得干干净净, 等过几天把土摊开晾干, 这就是一份干净卫生的熟土, 再拌入一些新的有机肥, 完全可以循环使用, 既省钱又环保, 这比用高蒙酸钾或者多菌磷要方便得多, 因为不用担心药物残留对后面种的植物产生要害。